大家好 今天是美東時間2月10號 星期三 歡迎您收看自由亞洲電臺 從華盛頓播報的亞太聯播 我是景軒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獨立中文筆會內部鋪合一分為二 臺灣地震中倒塌的圍斷大樓 建築商被擠壓 2001年在美國註冊成立的獨立中文筆會 2016年2月8號舉行第七屆會員大會 並選出新人會長 筆會發表的新聞公報顯示 獨立中文筆會已經一分為二 前任會長貝林與廖天祺分別擔任 各自所在的筆會會長 為此兩人對筆會為何分成 兩個民間組織對本臺做了解釋 請看喬龍的報導 由不同成員組成的兩個獨立中文筆會 2月9日分別在網上發布 第七屆會員大會公報 向外界通報這次大會議程和內容 由旅居海外的中國議員人士任晚廷委託大會秘書處發表的 獨立中文筆會第七屆會員大會公報稱 會員審議通過了大會議程 而另一會場選出了廖天祺為會長的領導層 對於筆會出現兩個選舉會場即選出 兩位前任會長貝林 2月9日晚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祝福另一個筆會團體成立 貝林稱寫作自由以新聞自由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擾和迫害 同一天第四任筆會會長廖天祺在競選會長過程中以高票當選 廖天祺9日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在過去兩年筆會內部出現了一些不和諧因素 也出現了爭執和爭議 我們是不承認他們的 因為他們確實是不合法的 我不管他們承認不承認 現在我先跟你說的是 國際筆會承認我們 因為我昨天晚上已經發信給國際筆會 那麼他們已經發來賀信祝賀我們等等 對於獨立中文筆會選出兩位會長 貝林10號稱已經給國際筆會發函 解釋筆會分開會場及各自選舉的情況 等待國際筆會的回應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被香港政府定性為暴亂的魚蛋革命事發地 旺角已經恢復平靜 香港警方的拘捕行動仍在繼續 截至2月10號下午 被捕人數已增至64人 事件也引發大陸民眾的關注 有大陸民眾認為 中共對香港法治自由的侵蝕 造成了這場令人遺憾的暴力事件 請看楊帆的報導 香港旺角年初一發生的魚蛋革命 隨意平息 而社會的關注度仍在不斷上升 香港八個親北京的旅遊業團體 2月10日上午前往旺角警書請願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認為警方當晚開槍有理 暴力行為有損香港形象 令市民及遊客驚恐 對香港沒有任何好處 另外 請北京政團愛港之聲及珍稀群組等數十名成員 也前往旺角警署報案 要求警方就旺角騷乱事件嚴厲執法 以及慰問受傷的警務人員和記者 香港大學學生會同日則發表聲明 指永遠站在反抗者一方 聲明說 病風三尺絕非一日之寒 磚頭火舌仅其物像表征 專制政權壓迫實為元凶 近數年來 港共政權愈加無恥 面對逾百萬人爭取真普選的民意 依然不聞不問 今日 旺角之意與雨傘革命一脈相承 分別在催淚白煙與射人槍聲之下 不再畏懼勇往直前掀起新式抗爭之序幕 社民連的聲明也說 猴年一時 旺角爆發香港歷史上罕見的騷乱 說明香港社會深重的政治矛盾 並無因雨傘運動的鎮壓而化解 政府暴政才是暴力的根源 只有梁振英立即下臺 歸還港人民主自治的權力才能平息民憤 對於這場發生在香港的騷亂 一名赴港旅遊的大陸遊客2月10日接受本臺採訪室表示 並不對自身安全感到擔憂 又指 無鎮小販擺攤在大陸比比皆是 香港政府應該疏倒而不是一律取締 對於事發當晚 有警察向天開槍示警一事 香港警方表示 將對此進行調查 以確認其行為是否恰當 與此同時 警方的拘捕行動也在繼續 2月10日 警方先後在機場深水部及墳嶺再拘捕3人 被捕人數增至64人 其中 在機場被捕的是學民思潮成員林淳軒 當天上午 林淳軒與家人前往台北旅遊 在離境時被海關帶往房間扣查 其後又被警察押往其位於港島區的寓所搜查 其後 學民思潮發布聲明 指林淳軒在2月8日時時抵達旺角光顧小販 並在2月9日凌晨2時15分左右離開現場 過程中沒有做出襲擊警方以及任何暴力行為 對警方濫捕亂控深表憤慨 黃之鋒也在其Facebook上留言說 剛才警方到林淳軒家裡進行的入屋搜查 並未經過法庭許可 即沒有取得入屋搜查令便強行入屋 幸好律師在警方以及林淳軒入屋後三分鐘內抵達林淳軒家中 警方才被迫取消入屋搜查之行動 沒有撿走任何政務 旺角衝突發生後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隨即進行了報導 不過截至記者發稿前 中聯辦等大陸政府部門並未對事件做出任何表態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楊帆的採訪報導 大家好 我是樣台林波的主持人景軒 在這裡給您拜年了 祝願大家在猴年 家庭和睦 事實順心 幸福安康 財源廣進 猴年大吉 農曆新年初二 上海數十位訪民 向被羈押在獄中的近兩百名良心犯 寄出一千張明信片以表達慰問 並且在人民公園內拉起 協有要求釋放良心犯的橫幅 祝福他們新春快樂 這些明信片分別寄給包龍軍 陳希 陳衛 陳雲飛 劉曉波 伽馬桑豬 伊利哈姆等198位 被以各種罪名判刑入獄的維權及異議人士 中國農曆新年期間 中國環保部2月8日通報稱 受煙花爆竹燃放及不利氣象條件的影響 除夕期間 中國部分地區出現空氣污染 其中47個城市空氣質量達到嚴重污染 92個城市空氣質量為中毒污染 請看喬龍的報導 中國環境保護部網站2月8日向媒體通報稱 受煙花爆竹燃放及不利氣象條件的影響 除夕期間 我國部分地區出現了空氣污染過程 環保部監測司副司長胡克梅說 2016年除夕至初一19時至2月8日6時 67個城市空氣質量優良 其餘271個城市空氣質量超標 以去年同期相比 重度及以上污染城市數量增加54個 江蘇環保人士吳麗洪2月9日接受本臺採訪時說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 孫文廣對記者說燃放煙花爆竹對環境的污染有限 因為放爆竹的時間也很短 放爆竹的人也不是太多 它比起這個煙霉啊 污染空氣污染很有限的 就是很拘捕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道 在臺灣南部地震中 台南17層的圍灌金龍大樓倒塌 造成重大傷亡 建築商林明輝等三人 因涉嫌偷工減料 星期二被台南地檢署拘押 這棟樓倒塌後 樓內至少有40人罹難 還有100多人下落不明 現場勘察發現該棟大樓施工存在嚴重問題 樑柱街頭估金數量減少 便系大眾不足 甚至無法耐五級地震 在臺灣 時代力量夾著社運民心光環 與民進黨的禮讓與資源共享 阻擋未滿周歲 就在前不久的大選中 獲得立法院五個席次 成為臺灣第三大黨 外界關注時代力量 未來會成為執政黨的橡皮圖章 還是會成為關鍵的制衡力量 請看夏曉華的報導 在臺灣 以強烈的黃色黑色為競選色調的 時代力量新政黨成立不滿周歲 就在立法委員選舉的處女秀中 很拿五席 成為立法院第三大黨 外界分析 除了在區域立委部分 民進黨採取禮讓不提名的整合策略 並大力為其抬轎 時代力量本身就是個明星黨 黃國昌 洪慈雍 林長左三位 首次投入區域立委選站 就在深藍地盤開出黃花 政黨票總得票數74萬多票 得票率6.1% 或分配不分區兩席次 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定調 實力阻擋理由是建立 承載進步價值的本土政黨 將過去在公民運動推動的理念具體實踐 令希望臺灣成為正常國家 保護人權 讓這塊土地上 所有人民的基本尊嚴被照顧 時代力量能在反黑箱服貿運動 占據立法院僅一年九個月後 快速集結第三勢力進軍立法院 成為第三大黨 經濟民主聯合召集人賴中強 接受本台專訪分析指出 馬英九執政國民黨路線的錯誤 讓人民憤怒過了臨界點 接下來的臺灣政黨體系 國民黨會快速萎縮 民進黨更向中間靠攏 激發原本對國民兩黨都不滿的 第三勢力出現 時代力量會擺盪在 到底他是民進黨的執政盟友 或者是民進黨的反對黨 這之間 那這也會有一些拔河 就是而且是會互相連動的 當民進黨越保守的時候 那時代力量跟原來投票給他的支持者 到底他是要站在一個反對黨 然後的角度來制衡民進黨 還是說因為過去的合作關係 以及說某些選民的重疊 那他必須跟民進黨維持一個某種結盟的關係 那這個會接下來怎麼發展 其實還相當之必須觀察 目前沒有辦法下定論 時代力量承接太陽花運動以來的媒體光環 擁有高社會的注目度 但畢竟立法本身涉及到立法技術 成熟度與專業度 時代力量在司法 國會改革可能會有不錯的表現 可是在內政民生衛福環保領域缺乏專才 公民團體會先給這群正正素人時間 之後一定也會以對執政黨的高標準 監督時代力量 因為他們已經從街頭走進體制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夏曉華 台北報導 臺灣人農曆春節都吃什麼呢 魚和雞是餐桌上必備的料理 但是魚不能吃完 才能象徵年年有餘 雞則代表起家 有全家福的寓意 而蘿蔔糕則是少不了的點心 意味著步步高升 請看苗秋菊的報導 在臺灣 農曆春節是一家大小團圓圍爐的大節慶 餐桌上都吃些什麼呢 象徵年年有餘的魚 代表全家福的雞 是一定要有的 蘿蔔糕也是家戶必備的點心 意味著步步高升 農委會邀請名廚台菜王子黃景龍 設計以魚為主題的食道開運吉祥水產年菜 包括步步高升石斑魚 浮露長久 臺灣鯛 招財敬寶 金昌 事事如意 鱸魚 以及好事成霜 施木魚 金玉滿堂 九孔 欣賞市城蝦子 花開富貴 魷魚 吉慶魷魚 輕魚 紅韻當頭烏魚子等食道年菜 黃景龍表示 要挑新鮮的魚 鮮定的重點在眼睛 先檢查魚眼 接下來看魚身 最好挑選看起來厚實肥胖的魚 用指頭輕觸 感覺有點硬 有彈性的話 那就是好魚了 但是過年吃魚有一點要注意 就是年菜每一道都可以吃光光 唯獨魚不行 因為要留下來才有剩餘 才叫做年年有餘 那麼魚該如何料理呢 黃景龍說 一般來講我們大概可以分兩大類 就是說有魚鱗的魚 魚跟沒有鱗的魚 那現在一般像有鱗的魚 我們可以用清蒸 或者是用雜的 那像一般沒有魚鱗的魚 像鰻魚等等 所以我們可以用煮它 或者是用紅燒的方式 那其實魚最好是新鮮的話 其實我們只要一般用清蒸的 帶一點蔥 這樣蒜 還有一點的魚露就非常鮮美了 台灣人過年要吃雞的原因 是因為雞的閩南語發音 和家的閩南語發音相同 不管是吃白斬雞 油蔥雞 還是烤雞 一定要吃全雞 代表全家福 有頭有尾 除了魚肉和雞肉是年菜必備的料理外 過年期間 家戶也會準備蘿蔔糕當點心 一方面因為蘿蔔糕是白色 取日鏡抖銀之意 表示今年有好的開始外 另一方面 蘿蔔糕是用菜頭做的 代表好彩頭 有步步高升的寓意 是過年餐桌上必備的點心 很有年節的氣氛 色香味俱全 另外 過年還要吃長年菜 也就是借菜掛菜 取義長壽 長命百歲 在吃長年菜時 不能橫吃或是從中咬斷 一定要從頭到尾的 完整放在口中才可以 因為這樣年壽才能夠長長久久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苗秋菊台北報導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聽眾之聲節目的主持人姚一鳴 在新的一年裡祝福大家月月喜氣洋洋 猴年幸福安康 猴年猴來俱上 好 今天的亞太聯播就到這裡 我是景軒 感謝您的收看 再見